近日我不在江城,还太平吗? 一切都好,只是我有件事,我想拜托您。 什么事? 我想再次请您加入云廷阁。 云廷阁?那可是传说中的顶级雇物者联盟啊! 我之前说过,我不喜欢受束缚,加入组织这种事还是算了。 这次不一样,云廷阁准备培养一批新的修者,思来想去,只有您去指导最合适。 这样啊,那我便帮你这一次吧。 够了! 厨艺,你这副装强作势的样子给谁看? 你了不起,你清高! 武道宗师跟你交好,粮食集团为你保驾护航。 但这是储家,无论你再优秀,未来的家主只能是我。 住口! 竟敢对楚先生无礼! 别动怒,弟弟不懂事,该由我这个做哥哥的管教。 哇呸,你也就是运气好,从小就是如此,什么好处都被你占了,我不服! 看来储家内部不合的传闻是真的。 侯闻恩怨真吓人啊。 说够了没有? 这是云云姐的订婚宴,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 哇,我…… 诶,这有新娘出来了。 大家久等了。 好漂亮。 我的新娘,你还是这么美丽啊。 你还真是自作多情,谁说云云姐要嫁给你。 你什么意思? 冯大哥,愣着干什么,快上去啊。 啊,啊,好。 云云。 你愿意嫁给我吗? 我,我愿意。 胡闹,简直是胡闹。 老爷子,我有一句话想提醒你。 楚先生的能量可比欧阳家强上千万倍。 他支持的是,你最好不要反对。 我,我明白了。 今天真是开了眼界啊。 哎哟,这是偶像剧情节吗? 都给我闭嘴,敢抢老子的女人,当我欧阳家无人吗? 牛郎,肯定出手了。 好。 早就猜到你们楚家会搞小动作,特意请来我家宗师前来坐镇。 我刘天莽在此,看谁敢欺辱我家少主。 今天若是不让我把楚云云带走,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。 贤侄,咱们两家向来友好,何必闹成这样? 咱们好好商量。 不必紧张,有楚先生在,容不得他们放肆。 欧阳四,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收手,否则后果自负。 真是敬酒不迟迟罚酒。 牛郎,动手吧。 好,老夫今日就让楚家从江南省消失。 秀平你,还做不到。 去。 进气化形,这小子到底什么势力? 再来试试我这招。 太慢了。 不好。 不好。 姓楚的,今天算你赢了。 不过你等着,我日后定让你好看。 不好意思,你没有日后了。 楚云,他竟然这么厉害。 真是深藏不漏啊。 长空大师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小义在哪儿学的这些仙术? 他可是之前在江城呼风唤雨的楚大师。 栩栩仙术,自然是会的。 竟然是他! 真是想不到。 您再说笑吧,小义他怎么可能是? 事实就是如此,所以我劝你想明白了。 今后什么事该做,什么事不该做。 这回真给咱长见识了。 是啊,这种订婚宴百年难得一遇。 小义啊,你跟奶奶说实话,你真是他们口中说的楚大师吗? 是我? 怪不得今年回家阴阳怪气,取得点小成绩就飘了。 老头子,你就别装了。 既然小义现在有能力,咱们就该把当年的真相告诉他。 真相? 妈,您到底是什么意思? 当年把你们一家逐出门去,并非我们狠心,而是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 老头子,你来说。 那时,你与唐家大小姐唐婉佩情投意合,我也很满意这桩婚事。 谁知,就在成婚前一天,我接到了隐门的威胁。 隐门?那不是势力最大的隐氏家族吗? 没错,原来唐家早就私下把婉佩许给了隐门。 楚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,于是隐门震怒,放话要清洗楚家。 为了大局,我只能宣称已经与你们断绝关系。 唐家带走婉佩时,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这才换来楚家上下的平安。 原来是这样,原来是这样。 小姨,你如今有这般成就,说不定真的可以找回你母亲。 当年为了保全家族,牺牲了你们一家。 上河,小姨,老头子我在这里跟你们道歉。 没想到我们这些年所受的苦楚,全是因为唐家和隐门。 爷爷,您为楚家大局考虑,我不怪你,但我母亲现在人在何处? 不知道,只知道,只知道唐家把他带回了龙都。 这些年来我多方打听,也没有消息。 隐门威胁在前,唐家掳人在后,他们就是害我们骨肉分离的罪魁祸首。 这个仇,我必须报。 行了,小姨,既然话已经说开了,你们就回家来吧。 这件事,再容我考虑考虑。 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今后楚家的事物都交给你们打理了。 您先别急着退休啊,不就是一点小毛病,我给您治了便是。 小姨,你还会治病? 别白费力气了,我自己身体我自己清楚。 爷爷,话不要说得太早。